由洛杉矶县公园管理处与洛杉矶华人1300电台共同举办的第二届洛杉矶中华文化节在阿凯迪亚市公园举行 当天经过精心筹划的各种文化活动长达六个小时 最近几年来,美国的主流媒体对华裔越来越重视 中华文化节的举办不单是传承中华文化的幽远今生 更希望其他族裔也能通过参加这样的活动 领略到中华文化独特的美丽和魅力 为了让中华文化节反映出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 在活动设计上包括了绅士浩大的古镇 气势磅礴的妖鼓舞 中国国宝变脸 少林功夫和武当功夫 木偶戏表演等 除了文艺表演以外 还有中国象棋围棋比赛 洛杉矶华人1300电台的主持人参与了当地活动的转播 由于工作或路程较远原因 而不能来参加活动的华人 通过广播收听了当天活动的实况转播 全美电视记者潘贝洛杉矶报道 中华文化节也有其他很多丰富的表演 这个表演是在中央的舞台上 从早晨10点钟开始 一直到下午结束 五六点钟结束 整个的这个表演是从来没有间断 那么同时还有将近150名的参展的厂商 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 有餐饮 还有中国文化的一些艺术品 同时还有其他的一些服务 从这个保险到电话公司到手机应有尽有 所以今天预计来的人呢 差不多是在两万到三万左右 所以这个对于洛杉矶的广大的华人来说呢 也是丰富他们生活当中的 也是丰富他们生活的一个相当主要的一部分 对于洛杉矶的广大的华人来说